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分别为六个拟禁区项目的投资意愿对比 比赛开始之前 向大家讲解一下对异原理 上半场对异 由计算机根据核心要素计算完成 第七轮至第十二轮对异 则是将招商意向 招商条件 园区状况等要素 推送到有投资意向的投资者手中 由他们决定是否投资 选择哪一个园区入住 这种模拟接近现实商业活动的直接谈判 两个园区 以投票多者为胜 下面即将进行的第七轮对异是 国酒厂入园意向对异 现在 我们将在全球范围内 连接在国品身加工领域有扩张意向的企业 将省城园区和海溪园区的相关信息 发送给这些企业的投资经理 要至少连接到一百位在线的投资经理进行评判 具体过程 根据投资经理查看双方资料的兴趣程度 决定两对得分 这个过程需要二十分钟 投资经理面对两个园区如何取舍 通过互联网共享 大家可在大屏幕上实时观察到 我们先模拟一次流程 以便大家理解这次对异的原理 请看大屏幕 评委和选手们都盯着大屏幕观看 大屏幕上显示出以下文字 欢迎您进入华清大学开发的商业推演软件界面 中国北海省拥有丰富的苹果资源 您是否有到北海省投资建设苹果酒厂的计划 当鼠标点击事后 屏幕上显示为 可选择一 北海省城园区 优势为交通方便 拥有高铁 高速公路 机场 产业基础好 投资地位于省城农业科技园区内 已形成一定基础的产业环境 科技资源丰富 周围布有26所大学及众多科研院所 有三甲医院五所 十家五星级酒店 大型超市应有尽有 生活设施齐全 劣势为 土地资源价格较高 达到每亩70万元 员工工资水平较高 较第二投资地大山镇高出30% 职工住房难以解决 房价高 房租高 可选择二 海西市通海县大山镇 优势为 周边果树资源丰富 原材料价格低 园区用地为荒地 可以非常低的成本取得 园区建设成本低 园区用工成本低 劣势为 周边无大学及科研院所 无三甲医院 有银行两处 无大型超市 通海县城有四星级酒店一处 如您对省城园区或大山镇感兴趣 可以点击查看下一层信息 工作人员接着介绍到 被连线的投资经理 如果对省城园区或海西园区有兴趣 他还可以继续向下查看此项内容 进行更深层次的了解 下面此轮对弈正式开始 随之 工作人员敲下了Enter键 随着滚动条的移动 程序开始载入 一条条信息通过光纤发送到全球各地 此时 600公里外的中国经济中心户市 一座高大的写字楼内 华元控股公司的投资经理戴小江 刚从座位上站起来 他走到咖啡机旁 倒了一杯咖啡 电脑上的商业推演软件提示音响了 他回头看去 电脑屏幕上弹出一个界面 您是否参加此次模拟商业推演 戴小江笑了一下 这个软件是他参加华清大学举办的高级总裁培训班时 授课老师向他们推荐的 这是一款专为投资人开发的软件 在投资人中实现大面积应用后 可实现投资考察的线上化和便利化 戴小江毫不犹豫地点击了 是 电脑屏幕上出现以下字样 北海省有丰富的苹果资源 您是否有到北海 省投资苹果酒厂的计划 A 是 B 否 戴小江又点击了 是 接着出现以下内容 可供选择的 A 位于省城郊区 B 位于北海省通海县大山镇 随之电脑屏幕上出现一张地图 将 A B 位置标识出来 大山镇 什么鬼地方 投资人怎么会考虑这里 真是太搞笑了 戴小江瞅了一眼 大山镇周围稀疏的两条公路 又看了看如蜘蛛网一样密集的省城交通线 嘟囔了一句 直接点击了A 然后又开始查看省城园区的交通状态 基建水平等相关信息 法国巴黎 与国内时差六小时 这里是早上九点 约翰 大卫刚刚上班 约翰 大卫在沃迪克公司任投资经理 沃迪克公司是全球著名的Sider酒生产企业 他们的主打产品 是用苹果汁酿造的Sider酒 在欧洲的产量仅次于葡萄酒 受到法国、英国、爱尔兰、德国几国消费者的热烈欢迎 约翰 大卫刚接到一个任务 要在中国寻找一个合适的地方 建设Sider酒生产基地 他正在网上漫无边际地浏览着 商业推演软件向他发出了邀请 这是中国一位合作伙伴向他推荐安装的 约翰 大卫打开软件 发现一个叫做大山镇的地方 苹果资源非常丰富 他不由地引起了兴趣 然后根据商业推演软件提供的位置 查看大山镇的交通状况 My God 这样偏僻的地方 为什么要推送给我 竟然连五星级酒店都没有 甚至 连一家KFC都没有 约翰 大卫好奇地打开大山镇的信息 看了一眼 又快速关掉了 500公里以外的中国京城 长安街旁 国家某部委办公楼内 有三层专门挂着国家循环经济发展中心的牌子 在一个门口标着副会长的屋子里 杨敏看着电脑界面上蹦出的商业推演界面 嘲笑着说 赵强啊赵强 竟然用了王忠敏这个蠢货 既然想把园区落在北海省城 何必再搞这些形式主义的东西 直接安排不就行了 不过 一个小小的大山镇 能够把我们的王忠敏部长逼成这样 也很有意思 明年会长就退休了 赵强是我最强有力的竞争对手 赵强负责的是 北海省以苹果为基础的循环经济园区 而我负责的是在天南省以甘局为基础 建立循环经济园区 看来我应该关注一下大山镇 以便在和赵强副会长的竞争中把握主动 说完 他拿起鼠标 点击了大山镇的界面 20分钟过后 屏幕上出现两组数据 省城队的查看量是30家 紫项查看量是14家 海西队的查看量是5家 紫项查看量5 也就是说 将省城园区的信息发送过去后 100家有投资意向的企业 有30位投资经理 看到推送信息后点击了查看 并且有14位表现出更大的兴趣 点击了进一步查看 其中有一位还选择了关注按钮 而海西园区的信息推送过去后 100家有投资意向的企业 只有5位投资经理 看到推送信息后点击了查看 有一人点击了进一步查看 此项得分 省城队五星 海西队一星 省城队三人 脸色变得轻松起来 而林晨 郭昭和赵兰 开始心情沉重 赵兰紧紧握住郭昭的手 工作人员继续宣布 下面进行的是第八轮对议 果汁场入园意向对议 再入程序后 20分钟过去了 屏幕上又出现两组数据 省城队的查看量是35家 紫项查看量是12家 海西队的查看量是4家 紫项查看量5 省城队再次得到五星分数 海西队仍是一星 省城队三人无声地笑了 他们已经断定 只要这样比下去 他们肯定大获全胜 林晨眼中冒出怒火 但却无法发泄 王忠敏搞的这个比赛 确实打到了海西队的短处 还让他们说不出痛来 王忠敏看着林晨 不由地笑了 一个乡镇干部 眼界和见识都非常狭窄 是无法与国家部委干部的 智商抗衡的 所谓投资 不就是让市场决定吗 现在一切模拟市场运行 我让你们无话可说 接下来进行了第九杠十二轮对议 内容分别是 果府 果糖 苹果酵素 苹果乳酸饮料生产工厂的对议 海西队毫无例外的一败到底 对议结束后 工作人员宣布 省城队投资指数为四星级 海西市园区投资指数为一星级 省城队得意洋洋地看着海西队 谈官相庆 工作人员宣布 第一轮商业推延 省城队获胜 下面请王忠敏部长点评 王忠敏双手下压了一下 制止了省城队欢喜雀跃的动作 说道 在上次的比赛中 或多或少存在着瑕疵 有人以此为借口 提出比赛不公平的说法 并将此反映到中心委员会 上次比赛结束以后 我也不理解 为什么海西队明明占了优势 却要让省城队代表北海省迎接上级的检验 如果真有舞弊行为 必须纠正过来 所以 我们要给海西队一个说法 于是便搞了这场复赛 为了彰显公平 这次复赛没有评委打分 靠的是人工智能评分 靠的是市场打分 海西队的同志们 你们必须理解 经济生产活动 和台上的比赛 不是一回事 投资活动不能只上谈兵 更不是靠着嘴皮子忽悠人 生产要素的流动 核心是资金和技术 它是由高处向低处的 由投资回报率决定的 它为了获得更大的回报率 必然留向省城这样的经济中心 人才中心 物流中心 除非 你们能在某一方面实现垄断 但 以你们的实力 这是不可能完成的 凌晨三人回到房间 看着郭昭和赵兰 垂头丧气的样子 凌晨给他们俩打气说 根据复赛规则 第二轮推演 是模拟两个园区 现实运营情况 看哪个园区的运营最健康 只要我们能在第二轮推演中 占据优势 就可以获得园区建设优先权 赵兰有点不自信了 第一轮都没胜 第二轮能胜吗 肯定能 凌晨一拳头砸在桌子上 郭昭 赵兰 现在不是哀声叹气 不是寻找理由 而是继续向下拼 我们可以用尽全力而被打败 不能为尽全力 垫脚枪投降 凌晨的话 鼓舞了赵兰和郭昭 他们俩都站起来 脸上显出坚毅的神色 下面当务之急 是研究明天的第二轮推演 如何应对 三个人都静静地看着比赛方案 大脑快速运转着 过了半天时间 郭昭首先把方案扔在一边 一下子倒在床上 放过我吧 如果我有罪 请直接将我枪毙 而不是这样 让我绞尽脑汁 寻找根本不存在的办法 赵兰生气地揪着他的耳朵 起来 这时房门响了 赵兰松开郭昭 已经发红的耳朵 走过去打开门 珊珊 嗨 你们好 赵兰闪到一边 黄珊珊从他身后跳出来 调皮地看着凌晨和郭昭 问道 怎么样 大货全胜了吗 我是专门来参加庆功宴的 凌晨长叹一声 黄大小姐 您现在可以打道回府了 怎么 不顺利吗 郭昭像弹簧一样从床上跳起 单腿跪在黄珊珊面前 智慧女神啊 请赐予我聪明才智 帮助我打败省城队吧 赵兰气得狠狠在他胳膊上 凝了一下 黄珊珊眼嘴笑着说 那你把比赛情况说给我听听 赵兰急忙把黄珊珊拉到一边 两个女孩坐在一起 滋滋叉叉叉说起话来 赵兰详细给黄珊珊 讲了第一轮比赛的过程 和明天进行的第二轮比赛规则 黄珊珊问道 你的意思是 只要明天这一场胜了 你们还能打败省城队 明天的比赛占70%的分数 明天胜了 我们就赢定了 凌晨补充道 明天的第二轮运营 在电脑上的虚拟时空软件中 模拟进行 系统会赋予我们三人 整个通海县人民政府的所有职能 赋予省城队省级农业科技园区管委会 所有的职能 实际上是通海县政府 与省城农业科技园区管委会的对决 我想应该先找出 我们园区在建设和运营方面 与省城园区的比较优势 赵兰起身拿起笔 在白板上写道 建设成本低 工人工资低 郭昭接过笔 加了一条 原材料购入价格低 凌晨难难地说 这些低成本低工资优势 都将被省城园区的交通物流 技术人才优势所抵消 没有任何优势可言啊 不对 我总觉得疏忽了什么 我们还有什么优势 临晨一边苦苦思索 一边在房间里来回躲着步 黄珊珊突然说 你们漏掉了通海县最大的优势 什么优势 三人瞬间转头 紧盯着他 权力优势 怎么讲 我们科主任的老公 是省城一个产业园区管委会的领导 他曾经说过 开发区也好 各种园区也好 都不是一级政府 只是当地政府的派出机构 所以 很多政府拥有的权力 他都不拥有 凌晨听了 快速走到墙边 看着墙上挂的地图 墙上挂着两张地图 一张是省城农业科技 园区地图 另一张是通海县地图 凌晨仔细打量着省城园区地图 省城园区位于市中区的省城农业园区里面 地图最中间是一颗红星 那里是农业园区管委会 他又把目光转向园区以外 园区外分布着学校 机关 商业 在省城园区外面 有一个单位是市中区规划局 在规划局不远处 有一座白色的建筑 是市中区建设局 在远处 还有市中区审批局 工商局 税务局 他迅速打开电脑 在谷歌地图上搜索省城农业科技员管委会 找到管委会后 他把地图界面放大 发现管委会里 除了企业就是企业 再没有任何国家机关 退出谷歌地图 又进入管委会网站的界面 林晨子细阅读着 管委会的管理职责 机构设置 他找到一句话 管委会主业聚焦引进项目和经济发展 与社会事业脱掉 其用地征收 项目规划 企业建设 项目审批工作 由市中区相关部门负责 林晨突然狠狠拍了一下大腿 哈哈大笑起来 三人惊愕地望着他 郭昭摸了一下林晨的额头 问道 你没魔症吧 黄珊珊关心地问 你是不是压力太大了 不不一一 林晨开心地转过身子 用力抱住黄珊珊 珊珊 根据你的提示 我找到打败省城队的办法了 真的 郭昭和赵兰惊喜地叫起来 什么办法 林晨微笑着说 当然是真的 我们比省城队而言 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 我们利用这个优势 可以超先省城园区早投产三到六个月 利用这三到六个月的时间差 把我们的产品铺满市场 形成垄断 在省城园区产品上市后 我们依靠原来形成的产量优势 开始低价清销 彻底打乱他们的销售节奏 逼迫他们停工停产 怎样才能获得三到六个月的时间差 提前投产 林晨解释道 省城队获得的权限 是省城科技园区管委会的权限 这种园区管委会 是当地政府的派出机构 特点是小儿精 主要精力用在招商引资 企业培育上 与社会事务相脱离 特别是在规划 土地 建设 项目注册等方面 都要到当地政府去办理审批 自己没有真正的审批职能 所以他们的项目审批各个环节 肯定是按正常速度来的 而我们获得的是 通海县政府的管理权限 规划局 土地局 建设局 工商局 都是我们的下属单位 我们可以优化审批建设环节流程 简单地说 省城园区需要求爷爷告奶奶去办事 而我们 一旨命令即可 郭昭恍然大悟 省城园区 需要先进行项目注册 再申请用地 再进行规划设计 报批设计图纸 这些完成后 才能开始建设厂房 这种工作流程 就是电路中的串联 完成上一步 才能进行下一步 照兰接过话查 我们可以采取并连审批的方式 多头并进 同时注册 审批 规划 建设 这样可以大大减少各种准备时间 对 只要争取到这三个月时间 我们可以利用先发优势 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说干就干 咱们马上开始优化流程吧 这一夜 他们的房间灯火通明 四人激烈地争论 时而愁眉不展 时而开怀大笑 而在省城队的房间里 三名选手从餐厅 叫了几道精致的菜肴 又打出两瓶红酒 提前开启了庆功宴 王部长说得太对了 一切交给市场 让市场来选择 干一个 就是 就是换成他们三个 他们会去那个鸟不拉屎的地方投资吗 再怎么便宜的土地 低廉的人工 都在我们省城的光环下 化作云烟啊 来来来 干了 这三个徒老包子 知道什么是市场运营吗 明天他们更是一败徒地 对对对 丢盔弃甲 狼狈而逃 哈哈哈哈 省城队的房间也是灯火通灵了一夜 周五早上 吃过早餐后 凌晨 郭昭和赵兰 把黄珊珊送到楼下 黄珊珊上车前 向他们三人举起右臂 高声喊道 三人组 加油 凌晨他们三个向黄珊珊挥手 齐声喊道 加油 黄珊珊转身上车 按了一下喇叭 随之驱车远去 凌晨三人转身上楼 他们踏进了比赛现场 虽然一夜未睡 但他们精神焕发 斗志昂扬 省城队三人也来了 他们玩了个通宵 各个眼睛通红 浑身酒味 喝欠连天 王忠敏指着省城队三人 不满地对洪志慧说 这就是你挑选的种子选手 怪不得上次败给海西队 洪志慧替他们辩解说 可能是准备今天的比赛 熬夜了 王忠敏哼了一声 这浑身酒味呢 难道喝酒也是今天的比赛内容 洪志慧善善地不再作声 工作人员向王忠敏请示过后 宣布道 请评委 选手入席 第二轮推演马上开始 众人坐到各位座位上 工作人员说 各位选手 第二轮商业推演模式 为虚拟时空商业对战 这套推演软件是一个虚拟时空间的集合 由一系列的AR增强现实 VR虚拟现实在连接互联网所组成 它运用了多种新技术 选手需要通过VR设备 进入虚拟现实空中 虚拟现实空间内 是新型虚实相容的互联网应用和社会形态 它基于扩展现实技术提供沉浸式体验 基于数字轮升技术生成现实世界的镜像 基于区块链技术搭建经济体系 将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 在经济系统 社交系统 身份系统上密切融合 并且允许每个用户 进行内容生产和世界编辑 王中敏咳嗽了一声 不满地打断了工作人员的讲解 通俗点说 工作人员道 通俗地说 你们进入虚拟现实空间后 体验和在外面的现实世界是一模一样的 绝大部分运行规则和外面世界相同 为确保比赛顺利进行 我们给双方一定的经济社会使用权限 综合考虑管辖权限和等级 确定红方最高权限为 省城农科园区管委会 蓝方最高权限为 通海线人民政府 双方在虚拟时空商业运营对战中 不得突破以上最高权限 虚拟时空中 苹果类深加工产品 只有两个园区可以生产 双方园区建设完成后 可以就同类产品进行商业竞争 以检验园区运行抗压能力 再次重申 根据对战规则 任何一个园区出现重大安全生产事故 重大环境污染 重大群体性事件 或园区运营无法持续 即宣告失败 第二轮推演结果 作为双方胜负主要依据 凌晨暗暗握紧了拳头 这也就是说 只要海锡队在第二轮商业推演中获胜 便可以战胜省城队 下面 请红蓝双方及评判人员佩戴VR设备 进入虚拟时空商战空间 双方选手各自将一套VR头盔戴上 比赛正式开始 工作人员按下Enter键盘 大屏幕上 双方经济园区各种活动一目了然 省城队为红方 海西队为蓝方 林晨恍如被惦击了一下 他睁开眼睛 发现自己正坐在一个陌生的办公室里 墙上挂着一幅通海线地图 林晨走了过去 看到开发区和大山镇两个位置 被用红笔各画了一个圈 这是西部隆起 东西突破的表示吗 这好像是王亮县长的办公室 林晨曾经跟随徐胜涛去过王亮的办公室 对挂在墙上的这份地图非常熟悉 他又回头看着宽大的办公桌 桌子上堆满的等待批改的文件 他拿起最上面一份 内容是 今日县政府领导工作安排 他慢慢看下去 内容如下 林晨县长 在县政府第一会议室主持召开会议 研究循环园区项目开工建设问题 赵兰副县长 参加林晨县长主持会议 郭昭副县长 参加林晨县长主持会议 林晨心想 原来在虚拟时空拥有县政府一级权限 所以系统直接将我确定为县长了 郭昭和赵兰则设置为副县长了 这样倒好 干起事来 不用束手束脚了 这时 办公室的门被推开了 郭昭和赵兰 一前一后走了进来 郭昭对林晨说 人已经齐了 我们马上开会布置任务吧 好 我们马上开始 林晨精神抖擞地说 上次 我们打败省城队之事 历历在目 这次 让我们再次创造奇迹 三人伸出手 将手放在一起 大声喊道 必胜 林晨三人走进会议室 县政府各部门负责人 均已到齐 他们见到林晨进来 立刻拿起面前的笔 翻开笔记本 准备做记录 林晨的座位上坐下 郭昭坐在他的左面 赵兰坐在他的右面 同志们 我们通海线与省城科技园的 商业战争 马上就要打响了 如果我们获胜 将真正拥有园区建设权力 将极大的改变 我们的生态结构 我和郭县长 赵县长 已研究确定 充分利用我们 具有独立审批权限的优势 以最快速度 推进园区开工建设 在最短时间内投产 爆发出最强大的生产力 让我们的产品 覆盖省城市场 从而对整个市场 形成垄断 只要我们的产品 完全垄断市场 对方将不战自败 如果省城园区 在我们 为完全垄断市场 之前投产 那么我们将发挥 产能大的优势 在市场上 进行低价倾销 直到彻底打的 他们园区停产为止 这一切的关键 就是尽可能早开工 早建设 早投产 所以 经研究 决定实行 逐项建立任务清单 采取任务倒逼 时间倒推等措施 将倒牌表 作为继承表 推进表 作为施工图 制定工期倒牌表 挂图作战 压查推进 确保项目建设 前期工作 快速推进 今天的会议 主要内容是 研究园区 抓紧开工事宜 园区位于 大山镇 王家村路南 占地面积500亩 你建设果园循环产业园 具体工作 分为两大板块 园区开工 建设工作 由郭昭副县长部署 郭昭翻开一份文件 读到 根据通海县人民政府令 第一号 关于迅速开展 循环经济示范园区 开工建设的决定 下达第一批任务 共六个子任务 相关任务分配及时限要 求如下 任务一 500亩土地征收 由大山镇政府负责 现五日内完成 任务二 园区土地平整 墙夯 由建设局负责 现征收完毕后 二十日内完成 任务三 园区围墙建设 统一建设为两米高围墙 由大山镇政府负责 现一月内完成 任务四 园区内建筑物规划设计 审批 由规划局一体化负责 现三十日内完成 任务五 园区内临时厂房建设 由建设局负责 在任务二完成后 现二十日内完成 任务六 园区内正式厂房建设 由建设局负责招标 施工 现三个月内全部建完 并通过验收 宣读完毕 凌晨按下话筒 项目注册 审批 资金调用 人员招聘工作 由赵兰副县长负责 请赵兰副县长宣读任务 赵兰用手拢了一下头发 现实世界是一张清秀略有些稚嫩的脸 现在则显得成熟干练多了 她对着文件宣读 根据通海县人民政府一号令 线下达第七杠十二号园区建设任务 任务七 园区各类项目注册 共四个 涉及果汁 果糖 果酒 果府 由工商局牵头负责 国税 质量技术监督等相关部门配合 现五个工作日内完成 任务八 园区建设资金调动 由财政局负责 现三个工作日内 筹集园区建设所需资金 后续根据项目进展 随时掉拨 任务九 初期项目技术购买 由科技局负责 待公共交易平台技术上架后 现一个工作日内完成 任务十 各类人员招聘 由人事局负责 现三个工作日内 发布人员招聘报告 十五个工作日内 完成招聘工作 任务十一 设备采购 由国资局负责 现二十日内完成设备采购 一个月内完成设备安装调试 任务十二 安监 环保 要派出得力人员 直接下沉到园区值班 指导企业做好相关工作 确保随时发现隐患 坚决不发生责任事故 赵兰宣读完后 凌晨进行了强调 各位 以上所发布任务 为底线任务 没有讨价还价的理由 没有后退让步的资本 为确保任务顺利完成 决定成立园区建设工作领导小组 我担任组长 纪委书记 组织部长 副县长郭昭 赵兰 担任副组长 各县职部门负责人 担任领导小组成员 凡是为在规定实现内完成任务的部门 一把手先行免职 直接责任人交由纪检部门定性处理 凡是在工程建设 设备采购 安全生产 环保运行中出现腐败行为 独职行为 导致园区建设和运行受到影响的 纪检部门要顶格处理 说完这句 凌晨站了起来 随之 与会人员也都跟着站了起来 各位 非常时期 行非常之为 从今天开始 这里 便是五位领导成员的办公室 各部门一把手 要下沉到现场办公 纪检部门四部两职进行检查 从今天开始到园区正式投产前 全线进入战时状态 所有机关干部取消周末和节假日休息 明天这个时候 还是在这里 各部门会报任务进展情况 散会 在凌晨的强力压迫下 通海县各部门如同上了发条的机器 高速运转起来 照兰散会后 立即到工商局现场办公 调度企业注册事宜 工商局长将他引进会议室 边走边说 赵县长 我们已经把企业注册有关部门涉及的人员 全部召集在一起 研究如何快速审批 赵岚点了点头 走进会议室 在标着他名字的座位上坐下后 扫视一遍与会人员 然后开门见山地说 各位 园区建设指挥部第一号命令 要在五个工作日内 完成四个项目的注册全套手续 有没有困难 有什么困难 如何协调解决 今天务必拿出优化流程 确保按时完成 否则 你们几位全要被叫到纪委谈话 按照企业注册流程 依次汇报 开始吧 天悦工程咨询 有限公司总经理第一个发言 赵县长 完成四个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 是项目注册的前置条件 工商局要求我们连夜拿出来 并且保证质量 这根本不可能完成 赵蓝面无表情地说 家人 通宵干 如果完不成 你现在就说 我立刻换人 并且请你们公司 立刻离开通海线 再不要进入 总经理还要说什么 赵蓝严厉地看着他 总经理只觉得 一股杀气袭来 赵蓝问道 明天早上八点 能不能完成 总经理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 回道 能 只是价格 先做报告 后谈价格 总之不会亏待你们 纪委的同志 记下这个时间点 现在 你可以回去工作了 总经理急忙起身 快速往门外跑去 见赵蓝上来 就是个下马威 工商局长接着汇报时 便不敢再打埋伏 赵县长 企业和民工作 要到海西市工商局进行 正常是三个工作日完成 我已经和海西市工商局领导 做了专题汇报 确保名称提交后半天内全部完成 为了避免重复 我们还准备了若干个备用名 好 半天内完成名称核准 赵蓝强调了一遍 身后的纪委随行人员立刻记下来 银行行长接着汇报 赵县长 我们专门开通了园区特赦服务 企业名称核准后 我们立刻为其开设银行账户 保证随到随开 赵蓝点了点头 下一个 国资局科长会报道 注册资本金已经准备完 银行账户开设完毕后 我们将在第一时间汇入 赵蓝又看着会计师事务所所长 以上程序压缩到一天内 加上今天一天 现在已经用去两个工作日 银行出具资金进账凭证后 你们多久忠诚验资 所长看到前面的总经理被训 已经心惊胆战 立刻看着赵蓝的脸色会报道 一天 不布 半天 下一个 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后 工商局多久打出营业执照 工商局长毫不犹豫地说 分管局长和注册科科长靠在现场 专门办理此业务 随到随打 国税局长和质量技术监督局长 不待赵蓝发问 先后会报道 营业执照 打印后 第一时间办理国地税登记证 同时理办组织机构代码证 保证两个小时内全部完成 好 赵蓝说道 同志们 按以上时间预估 还可保留了一至二天的机动时间 我们完全有能力在五天内完成项目注册工作 今天你们的承诺实现 也就是你们立下的军令状 如果超时没有完成 就不要来向我解释了 直接到纪委报道 下面 就请按你们承诺的实现 去工作吧 银行行长和会计师事务所所长冲出门 快速向楼下跑去 银行行长边跑边说 乖乖 原来那么漂亮可爱的一个小姑娘 怎么升了官以后 变成女判官了 所长气喘吁吁地说 女判官 我看她是活脱脱一个女阎王 不说了 赶紧回去干活了 与此同时 林晨和郭昭同坐一辆车 往往大山镇园区现场赶去 老郭 我最不放心的 还是建设环节 实在是太繁琐了 对啊 正常程序下来 从征地拆迁到招拍挂 没有几个月拿不下来 有些权限在市里 甚至省里 想快也快不得 就在这时 郭昭的电话响了 什么 大山镇群众不同意征收 现场正在对峙当中 我知道了 马上就到 放下电话 郭昭对林晨说 大山镇农民嫌补偿价格太低 都守在地里 不让推土机进场 司机 加快速度 此时 王家村路南的空地上 推土机 挖掘机轰鸣 直冒黑烟 一群人挡在推土机前面 不允许进入平整土地 王大强站在最前面 指着刘瑞说 刘镇长 徐镇长临走之前 特地给我们五个村申请了资金 用来硬化五个村的上山路 为什么到现在还不开始硬化 江霞冲了出来 站在刘瑞前面 王大强 你不要胡说 县里的下达的财政指标 都是非常明确的 从来没有给你们硬化山路这一说 江霞 你胡说 这是林晨在这里干镇长的时候说过 难道林晨说谎吗 王培根也站了出来 刘镇长 江镇长 拨给我们修山路的钱 你们挪用了 给我们硬化苹果市场的钱 你们也挪用了 你们不给个说法 上来就要征用这片地 老百姓怎么能答应 江霞又往前一步 王培根 你现在是书记了 不听镇政府领导了 要自立为山大王了 我们大家都清楚 这块地是荒坡 除了东边有五六十亩种树鸟 其他平日里都是没人管理的 怎么要征用了 就变成苹果园了 王培根说 这是别说我 就是整个王家村支部 整个管区的群众 都想不通 江镇长 刘镇长 除非你们把挪用的建设款 给我们拿回来 否则 这块地谁也别想动 我和你们说 这是将县长亲自下的命令 必须在五天内完成这五百亩地的征收和平整 镇长的话不听 县长的话你们也不听吗 林县长可不会干挪用的事 你们敢和林县长对峙吗 我来了 不用对峙 话音未落 林县长 从人群外围挤了进来 林县长 郭县长 众人齐声叫道 林县看着王大强和王培根 道 大强 培根 你们俩出息了 大王美凤为师了 竟然用树枝插出四百五十亩果园来 王大强一下子结巴了 王培根带着胆子上前 说 林县长 我们也是迫不得已 不必说了 事实我也了解 林县转向刘瑞 严厉地说 用来服务王家村管区的资金 被你们挪去修了镇上的忠心大界 刘镇长 为群众办实事的钱 不是用来粉刷脸面的 线上拨一笔专款给你们 一个月之内 把五个村的上山路硬化完毕 能不能完成 刘瑞下意识地说 只要资金到位 保证完成 苹果收购市场的硬化 在秋天收苹果之前完成 这两笔资金 从现财政拨付你们的三公经费中 按比例扣除 缺口 你们自己想办法 刘瑞顿时脸色发白 照着这个办法 只能克扣机关干部的奖金了 那样 他将成为全镇机关干部的重矢之地 林晨又转向王大强和王培根 这次县里 准备征收土地500亩 当中有50亩 原来就是果园 我们按市场价补偿 怎么样 王大强二话不说 行 我们现在就去把插下的树枝拔掉 随着王家村群众把施工障碍搬开 推土机 挖掘机 轰隆隆进场 将高处推倒 把低处填平 为了保证地基的牢固性 必须对填埋的地方进行强夯 随后 强夯机上场 远远望去 强夯机的红色门架 挖掘机的黄色悬壁 推土机的蓝色推产 在天际间勾勒出一幅施工采摹大协议 随 随 随 此起彼伏的夯锤 打桩作业声 钻机的轰隆声 鸭鸭鸡碾压声 构成了这片500亩土地上 动人心魄的建设交响曲 建设局 建设局的人来了没有 郭钊扯着嗓门喊道 来了来了 一个胖子飞快地跑过来 林县长 郭县长 我是建设局副局长 专门负责这块工地施工的 林晨问 平整和强夯完成后 在哪个地方建设临时工厂 预先启动生产 副局长指着一个角落说 临时厂房规划在那个地方 那里地基稳定 不用强夯 厂房用简易材料建成 不妨碍正式厂房建设 等厂房全部建完后 再把临时厂房中的设备拆除 搬迁到正式厂房中 临时厂房作为仓储中转站 他从旁边一个人手中拿过图纸 展开 指点着给林晨看 林晨赞赏地说 很好 临时厂房建设要抓紧 机器设备到达后 就开始安装调试 我们要打省城队一个下马威 林晨又对现场有关部门人员说 同志们 时间不等人 我们已经倒排工期 挂图作战 压查推进 采取任务倒逼 责任倒查 时间倒推等措施 切实将工作压力 传导到每个责任部门 每个参见单位 每个施工班组 确保园区建设任务保质保量 甚至超额完成 今天发生的事情 说明大山镇政府事先工作不利 纪检部门要立刻介入 严查当中是否存在违纪违法线索 发现问题的 一定严肃处理 大家听了林晨的话 知道他要杀鸡儆猴了 听了林晨的话 站在人群里的刘瑞 脸色变了 一名小伙子走到他身边 低声说道 刘镇长 我是县纪委的 咱们找个地方谈谈吧 好 好 刘瑞腿脚哆嗦 跟着他向外走去 这时 林晨的电话响了 是赵兰打来的 林县长 公共资源平台上 刚刚推出第一批项目 果汁 果糖 果酒 果府 林晨赶紧查看了一下 公共资源平台 果汁 果糖 果酒 果府四种产品赫然在列 每一个后面跟着一个购买价格 还有一个数字 是99 林晨指着这个99问郭昭 这是什么意思 郭昭看了一眼 道 你不玩游戏吗 游戏里的交易栏中 有物品数量 限制 这个数字99 意味着最多可以购买99次 只有我们和省城园区会购买 哪用得了99次 林晨转身给赵兰打电话 迅速调用资金 将这四个项目的技术全部购买解锁 同时招聘技术人员研究生产工艺 等到临时厂房建成后 马上安装设备 做好开工准备 现实世界中 两组选手头戴VR头盔 坐在那里一动不动 如同进入了睡眠 王忠敏 洪志慧等人正在观看海西园区的进展 工作人员切换信号源 他们通过大屏幕便可以看到虚拟时空中 林晨和郭昭 赵兰三人正在会议室布置任务 津津有味地看着通海线的进展 王忠敏点了点头 看得出海西队工作经验丰富 他们多头并进 会极大的节省项目建设开工时间 洪志慧说 如果走正常的办理程序 园区这么大规模 从注册到成立公司 拿到土地 规划获得批准 开工建设 直到全部建设成 怎么也得一年半到两年时间 他们这种做法 是典型的集中力量办大事 在虚拟世界中 这是第七天了 整好一个周 看来海西队确实有几把刷子 切换到省城园区 咱们再去看看省城队的进展 此刻 省城农业科技园管委会内 一派宁静祥和的景象 和凌晨一样 省城队三人进入系统后 也自动获取省城农业科技园管委会职权 吴东是管委会主任 江宁和常言成为副主任 吴东欣赏着宽敞的办公场所 对江宁和常言说 太好了 我们三个都是管委会主任了 对 应该开个全体大会 我们三个露露脸 同时布置一下园区建设的事情 那就通知办公室 十点钟正式开会 江宁 你也是当过学生会领导的人 不知道官场流程吗 要先下发通知 组织班子起草讲话材料 要把工作任务 形成红头文件会场下发 对了 还有主持词 也得秘书来写 这些活以后 都有人代劳了 好吧 那我先去安排一下 园区建设筹备大会准备工作 第一次作为领导露脸 要搞得隆重一些 会标 横幅 鲜花 都别忘记了 还要安排各个部门表态发言 红志会摇头说道 这就是我们中国大学 培养出来的优秀学生干部 官本为思想太严重了 王忠敏说 他们的学生会系统内 就是一个典型的官僚系统 现在进入官场 自然而然就启动官僚主义做派了 红志会叹了一口气 说 省城队给我的感觉不太妙啊 王忠敏沉着脸说 加快进度 一直拉到第七天 工作人进将进度加快 第二天 吴东亲自带着管委会办公室一班人 起草会议材料 江宁则带着几个人 准备与各部门签订的责任状 长东在会场里巡视 看着鲜花摆放 调幅悬挂 雕与张贴 水杯 水杯摆放不整齐 长东对接待处工作人员训斥道 前后成一条直线 左右也要成直线 还有椅子摆放 也要照着这个标准 要先用直线测量好后 再放杯子 工作人员急忙找来三角尺和直线 进行精密测量 把桌椅和水杯摆得整整齐齐 第三天 省城园区建设酬血大会 在隆重的音乐中开幕了 会议由江宁副主任主持 长岩副主任下达了园区建设的指标任务 然后是园区各部门负责人依次上台 与长岩签署了坚决完成任务的责任状 吴东主任最后做了强调部署 同志们 这次筹建工作非常重要 可以说关系到我们园区的生死存亡 为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 我讲八个部分 第一大部分 我讲八个方面 第一大部分的第一个方面 我讲八个注意事项 第一大部分的第一个方面的第一个事项 我从八个角度给大家剖析一下 第四天 招商局向吴东报告 已经通过简单竞标方式 采用四家中介公司 开始做四个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 第五天 正在做四个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 第六天 全部完成可行性研究报告 开始到工商局和名 第七天 由于省城园区企业和名 与现有企业名称重复 正在提交新的名称进行核准 第八天 因为企业名称不符合标准 新的名称被打回了 王忠明脸色不太好看 他对工作人员说 再拉快进度 工作人员向下拉动到两个月后 省城园区管委会会议室内 正在召开一场项目推进会 吴东正在与参会人员商谈 各位市中区的领导 这个园区项目 省城领导非常重视 多次督促我们加快推进 目前在开工方面 还存在许多问题 希望能够帮助我们予以解决 市中区国土局副局长 打着哈哈说 吴主任 我们不是领导 你才是领导呢 市中区规划局副局长 笑着补充道 吴主任你是管委会主任 是正线级干部 我们三个都是副科级 论级别都是你的下属 你只管下命令就行了 吴东听这两位态度如此诚恳 脸上露出笑容 什么县级科级 我们园区在你们地盘上 咱们就是一家人 园区土地上还有吉姆庄稼 到现在不能办理土地出让 你们看如何处理 国土局副局长立刻开始打太极 吴主任 你们这块土地 上面有老百姓中了庄稼 这些必须与老百姓谈好补偿 我们才能与你们签订出让合同 可是 这块地已经从老百姓手中 征收上来好几年了 那也没办法 这就是各种规定的矛盾 虽然已经征收了 不是他们的土地 但他们只要种了农作物 就必须补偿 否则我们不会办土地出让手续 你们还是好好和老百姓谈一谈 市中区规划局副局长接过话查 吴主任 我们也很着急 允许你们先行设计 但你们提报的规划设计水平 实在是太差了 不符合我们市中区一体化规划要求 能不能稍降一下标准 尽快给我们通过 吴主任 规划审批从科长开始审批 层层上报 还要经过集体研究 真不是我一个人能决定的 我觉得你们还是多从自身找找原因 怎样从自身找原因 你们应该用我们指定的那家规划设计院吗 那家业务熟悉 而你们选的这家 水平实在不敢恭位 吴东又转向市中区建设局副局长 对他说 能否请建设局先行联系施工单位 对我们的场地进行平整 建设局副局长双手一摊 吴主任 我们都很支持你们的项目 但也要依法办事 这块土地的交付施工厂标高没有拿到 我是不能给你进场平整的 吴东又看向规划局副局长 咱规划局能不能先出一个标高的数据给我们 规划局副局长说 总体规划没有完成 我们也不能出地面标高 建设局副局长说 拿不到标高的数据 我就没办法测量应该挖多少土方 也就没法和施工单位谈工成量 自然不能进场地进行平整 吴东悲哀地想 这成了一个死循环 和老百姓的庄稼谈不拢补偿 就不能办土地出让手续 规划不通过 就不能出标高 不出标高 施工单位就不能进场平整土地 不能进场平整土地 自然也就不能开工 吴东想方设法 请来这三个单位的领导商谈开工一事 却被转着圈踢皮球 踢来踢去 球又回到吴东自己手中 看着大屏幕上吴东无可奈何的样子 而对面那三个老油条还在谈笑风生 王中敏气愤地对工作人员说 再往前快进 工作人员又向前拉了一下进度条 王中敏和洪志慧看向大屏幕 虚拟时间中 吴东、江宁和常盐正坐在一户农民家里 一个机关干部模样的人对那个农民说 老刘 你这三亩庄稼地 省城园区要用 我这个办事处主任和你谈了三次 你都不答应 现在园区的领导都来了 你有什么要求和领导提吧 老刘张口就来 条件不高 三套楼房 每套都在九十平方以上 再给我五十万就行了 吴东吸了一口冷气 老刘 这块地已经属于国家的了 我们适合你就地面上的农作物谈补偿 领导 我和你说 这块地原来就是我的 虽然被国家征收去了 但我一直种着 反正我就这个标准 我们用这块地 是来盖工厂 不是盖高楼大厦 盖工厂啊 那挣得更多 看来我要五十万太少了 老刘 咱们互相体谅一下 我们工程需要赶进度 你能不能再降一下标准 那现金给四十八万吧 不能再少了 吴东三人在老刘家里 做了一下午的思想工作 老刘也没有同意 从老刘家里出来 吴东对那个机关干部说 赵主任 您特意帮我们做工作 真是太感谢了 我们着急开工 能不能帮忙想想办法 赵主任对吴东说 吴主任 我们接到办事处没什么权 真的无能为力 我们做老刘的工作好几次了 一开始他要的补偿更多 吴东问 既然这块地已经归政府所有 为什么不直接把庄稼给他推倒 他把庄稼种在政府的地上 政府要用地了 他他反而狮子大开口 吴主任 谁也不敢下这样决定 虽然地不是老刘的 但庄稼是老刘的 必须让他满意才行 这不就和租户占了人家的房子 不搬家 反而要补偿费一个道理吗 那没办法 这样的钉子户 谁遇到也头疼 长眼眼珠一转 对江宁说 江主任 天大地大 不如吃饭最大 咱们先吃饭 说完不容分说 把赵主任拉到车上 几个人在饭店开了两瓶酒 推杯换盏 你来我往 有酒精的加持 彼此之间关系融洽起来 长眼低声和赵主任来回嘀咕了几句 又把吴东叫了出去 长眼对吴东说 我刚才摸出赵主任的底了 他老婆开了一家物业公司 园区成立以后 把整个园区保洁这块活 拿出来交给他 他就可以找人帮咱摆平老刘 吴东脸上阴京不定 他没想到 一个小小的办事处主任 竟然要在他的园区身上吸血 答应了吧 要不他凭什么替你干活 好吧 也只能如此 吴东和长眼进了包间 长眼进了赵主任一杯 然后把嘴凑在赵主任耳边 说了句话 赵主任听了 两眼发亮 对吴东说道 吴主任 这个钉子户 最怕他们村留书记 只要书记出马 肯定能拿下 我把他们村留书记叫来 赵主任打了个电话 一会儿功夫 一个精壮的青年短发男子进来了 这就是老留村的书记 赵主任让留书记坐下 说道 刘书记 现在省城园区着急开工 你们村老留那 吉姆庄稼还没变聋 你给帮忙解决一下 刘书记没有动筷子 一脸苦相地对赵主任说 赵主任 老刘 是听我的话 可他不是白听的呀 上次拆迁你找我 我是出了血 才做通他工作的 赵主任不满地 用筷子敲了一下盘子 刘书记 别拿村长不当干部 人家吴主任 可是正线级领导 再者说了 园区里那么多企业建起来 也方便 你们村搞第三产业发家致富 好吧 刘书记不情愿地答应了 却转头问吴东 吴主任 你这个园区几个工厂 工人们怎么吃饭 一期工程建四个工厂 我们规划有中央厨房 统一为企业配餐 刘书记递过一张名片 吴主任 我们加美配餐公司 专门做大型工厂的配餐业务 你把这个中央厨房业务 包给我们村吧 事已至此 吴东明白 这是又一只吸血虫来了 只有答应了刘书记这个要求 他才会去做钉字户的工作 吴东只好点点头 道 只要价格公道 保证质量 那就没问题 好 那就一言为定 刘书记接着就掏出手机摁了几下 老刘 你那几亩庄稼 给你五千块钱补偿 不能再多了 另外 你马上将庄稼收掉 明天还不收 我开推图机给你平了 说完挂掉电话 刘书记向吴东伸出手 吴主任 合作愉快 比赛场上 王忠敏看到吴东三人 被赵主任和刘书记 拿捏得死死的 气愤不已 对工作人员说 再往下快进 工作人员又拉下快进条 江宁正在向主任吴东汇报 吴主任 系统虽然赋予我们省级科技原管委会权限 但项目开工 建设都要到市中区的相关部门去办理 效率太低了 咱们都左右不了啊 常言叹着气说 地上的庄稼是解决了 但最难的是土地 审批和厂区规划报批 土地局和规划局那里 真是太能磨叽了 虽然名义上我是副县级 但他们的小科长都敢藐视我 没办法 咱们管不了他们 在规划局 厂房规划图竟然改了十遍 还没过关 江宁转了一下眼球 道 要不咱们先开工建设 等条件成熟了再报批 我听说好多项目急着开工 都是这样干的 这叫先上车 后买票 好 反正也是在虚拟时空中间 不是现实世界 你们俩安排人去办吧 昨天晚上没睡好 我困了 先去补一觉 江宁和常言对望了一下 出了吴东办公室 两人也打了个呵呵欠 咱们俩也是一晚上没睡啊 就是 就他困吗 咱们也困 这个赵主任和刘书记 真是长在企业身上的吸血鬼 好了 别发牢骚了 打电话让他们开工 手续慢慢补吧 江宁和常言 明知未完成建设手续审批 仍下达了开工建设的指令 施工队伍进入现场 挖掘机 推土机开始工作 江宁和常言 到施工现场巡视了一番 看到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 非常高 星 他们刚刚回到办公室躺下 突然一阵警报声响起 警告 警告 你们突破了最高管理权限 立刻停止未批先建 否则系统会自动判定 你方失败 江宁和常言猛地跳起来 两人面面相取 看来 不跑完这些繁琐的手续 是无法正式开工的 实在不行 我们俩亲自协调吧 于是 两人爬了起来 继续开始挨个打电话 孙局长 您好 我是省城园区副主任江宁啊 那个规划的事 您能不能过问一下 什么 得上规划评审会 还得十天以后才能开 您好 是建设局的刘局长吗 我是省城园区管委会常言副主任 有事个想请您协调一下 什么 让我找下面科长 王中宁下令继续拉快进度条 评委们以快进的方式 看着海溪园区与省城园区的竞争 由于凌晨一方拥有现一级项目 土地的审批权限 自己报材料自己审批 当然不会出现省城园区那样故意刁难的现象 所有工作一路绿灯 海溪园区还采取了并联式工作模式 边审批 边报批 边建设 边投产 四个月后 园区建筑已经出具形象 而省城园区 由于所有审批事项都要到所在区 是去审批 耗费了大量时间 进度远远落后于海溪园区 王中敏示意了一下 工作人员再度拉快时间条 时间飞逝 从大屏幕上看到 海溪园区已经初步建成 大量农民工从外地返回 排队站在工厂门口等待进场工作 与此同时 虚拟世界中 苹果园里的苹果已经成熟 王家村管区的果农们摘下苹果 送到工厂 工厂生产线调试完成 海溪园区举行了盛大的投产仪式 临晨宣布 海溪园区正式投产 临晨 郭昭和赵兰同时为海溪园区剪彩 鞭炮声中 工人们把收购来的苹果枝条 木头加工成生物质燃料后 送入锅炉 蒸汽机开始转动 向园区内企业输送蒸汽 王二棱推上电闸 各类电机电器开始工作 工人们穿上捷径的工作服 站在生产线上 将苹果送入输送线 自动洗净 挑剪 从生产线那一头输出成瓶的罐头 果汁 生产后产生的废弃料果渣 被工人集中收集起来 送到苹果园 在经过发酵处理后 埋入土壤中作为苹果园的肥料 海溪园区源源不断生产出 大量苹果汁 苹果罐头等产品 趁着省城园区还未投产这个空档 海溪园区的产品占领了整个市场 从海溪市到省城 各大型商场 超市 批发市场 都充斥着海溪牌产品 而此时 省城园区正在安装设备 抓紧抓紧 吴东 江宁 长岩 在工地上跑来跑去 到处发号施令 他们听闻海溪园区产品 已经占领市场 急得嘴都起泡了 又是三个月过去了 省城队的工厂 终于全部建成 并且设备安装完毕 只待完成验收 便可以投产 各区域负责人前来报告 规划局提出 围墙栏杆颜色是黑的 与周围环境不和谐 要求我们必须整改成银色的 消防验收迟迟通不过 每次整改完成后 又能挑出新的赞美 自来水公司说 我们园区是用水大户 必须收取单独的卡口费 周边村的老百姓 把园区大门堵了 要求承包园区的 绿化工程 报告 安监部门通知 二号厂房结构 存在安全隐患 又是两个月过去了 省城队的厂房 终于通过验收 正式投产 凌晨一直在密切注视着 省城园区项目进展情况 省城台产品上市了 赵兰急匆匆走进 凌晨的办公室 他们斥聚资做广告 产品的外包装比我们的精美 价格和我们差不多 一经推出 对我们销量影响很大 凌晨站了起来 在办公室里夺着步 此境郭昭也进来了 我们一直在等这一天 凌晨看着郭昭和赵兰 说 我们之所以拼命抓紧开工 比省城园区提前半年投产 就是为了占领市场后 储备大量资金 以便在他们产品上市时 开打价格战 现在是时候了 按照我们的预案 通知销售部门 我们的所有产品 直接降价20% 海西园区将所有产品 率先降价20% 一时间 在商场超市里 大家都去疯抢 海西园区的降价产品 而省城园区的产品 无人问津 省城园区进行了测算 如果跟进的话 仍然有利润可赚 于是咬牙跟进 同样降价20% 海西园区再次降价 直接降到成本价 在这个价位上 他们不赔不赚 省城园区目瞪口呆 如果跟上 他们的产品就是负利润了 纯粹是赔本 赚腰喝 如果不跟 生产出来的产品 卖不出去 则势必会让出 低端产品市场 省城园区做出重大决定 就是赔钱 也跟着海西园区 一起降价 价格战越打越猛 双方都在咬牙坚持 海西园区突然再次降价 他们以远低于成本价的 价格进行倾销 一时间 海西的产品 充斥了各类市场 省城产品无人问津 大量经销商选择退货 省城园区损失惨重 怎么办 省城园区会议室里 正在召开会议商量对策 管委会三位领导吴东 江宁 常言 各个脸色沉重 各部门负责人 也是尽声不语 根据园区运行规则 各个园区生产能力 不得低于设计产能的70% 否则会判定为失败 生产负责人打破了僵局 我们的生产能力 已经调适到最低值70%了 产品越积压越多 销售负责人说 只有降价这一条路 如果不跟着海西园区降价 产品根本没人要 财务负责人道 可是我们的财务状况非常不好 现在是高价收购原材料 低价倾销产品 我们的储备金不够了 一阵沉默过后 吴东最后咬牙决定 不降价是死 降价还有一丝活路 继续降价 江宁和常言的脸上 也露出悲壮的神色 那就拼吧 省城园区的产品 也跟着降价销售 他们的投入越来越大 收入越来越低 入不敷出 海西园区继续进攻 大举倾销 省城园区被打得溃不成军 海西园区内 正在召开阶段性总结会议 财务、技术、生产各位总监汇报完毕后 凌晨做了总结发言 同志们 我们与省城园区的经济竞赛 已经五年了 这五年来 我们园区形势越来越好 生产运营都走上了正轨 资金储备丰富 虽然和省城园区打了价格战 但由于我们提前半年投产 家底比他们厚实得多 可以说 价格战打到现在 省城园区伤筋动骨 我们只是破皮流血 下一步 我们咬定青山不放松 继继续追着省城园区打 同时落实好安全生产 环境保护工作 根据判断 只要没有重大人员伤亡事故 重大环境污染等黑天鹅事件发生 只要再坚持三个月 省城园区资金便要耗尽 那时 他们无法购买生产原料 只能停产 到那时 我们就胜利了 同志们 胜利就在眼前 我们再坚持三个月 必胜 必胜 会场上响起一阵欢呼声 凌晨沉溺于虚拟时空对战时 李莉则敲开了珍妮的房门 珍妮 准备好了吗 今天我要带你去见一个人 李莉 不是说好了 今天带我游山玩水吗 怎么改了 我刚刚得到消息 一位著名的抗战地方 当时专家回来了 她是专门研究海西地方抗战时的 天啊 这真是个好消息 珍妮上前拥抱了李莉一下 这位专家会知道 我外祖父吗 那不一定 但她对许将军 在海西全境的活动非常清楚 希望从她那里 了解更多的线索 好吧 希望这一次拜访能有收获 李莉开车载着珍妮 向北海省抗战纪念馆驶去 北海省抗战纪念馆 是一座全面反映北海人民 抗日战争历史的大型综合性专题纪念馆 也是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国防教育基地 路上 李莉对珍妮说 珍妮 陈教授今天在抗战纪念馆 有一个关于抗战题材的小型的学术交流 我们去那里等她 李莉 我来到中国以后 才对亚洲二战史进行了学习 你们独自坚持了八年抗战 实在是了不起 珍妮 你错了 根据最新学术界达成的共识 我们的抗战史是十四年 要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开始计算 天啊 十四年 很难想象 一个民族独自与法西斯主义战斗这么久 中国人民是打不垮的 越战越勇 李莉 我们德国也援助你们了 据我所知 二战前援助你们的飞机 就有四百多架 珍妮 那是当时的国民政府花钱买的好吗 对 对 用你们中国人的话说 一手交手 一手交货 嘻嘻嘻 李莉告诉珍妮 陈教授是北海抗日战争史学会秘书长 他在这里有意见 办公室 纪念馆外的广场上 停了几辆旅游大巴 走进纪念馆里面 大厅空旷而安静 里面摆满了北海省抗战时期的图画 雕塑 文物 李莉先带珍妮在里面转了半个小时 珍妮惊讶地说 我只知道 日本人在南京搞了一场大屠杀 死亡人数达到三十万 没想到 他们在北海省 还犯下了这么大的罪恶 但我们这位好邻居 直到现在不肯向中国人诚恳道歉 反而隔三差五就去败鬼 败鬼 败鬼是个什么东西 就是他们的靖国神社 他们为什么不能放下沉重的历史包袱 轻装上阵呢 我们的总理都能在华沙死难者纪念碑前跪下 为发起二战赎罪 为什么他们仍然要去败鬼 李立在德车住过一段时间 知道珍妮所说的 是1970年德国总理维利 伯兰特在访问东欧时 直接在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下跪 并且祈祷上帝饶恕我们吧 愿苦难的灵魂得到安宁 1995年 德国总理科尔在访问以色列的时候 同样虔诚地跪在犹太人遇难纪念碑前面忏悔 林立无奈地说道 这可能就是他们民族的劣根性 这时李立的电话响了 陈教授已经到了办公室 邀李立带着珍妮过去 陈教授是一位五十多岁的男子 头发已经花白 他抱歉地对李立和珍妮说 交流的时间有点长 所以让他们等久了 李立已经提前把珍妮的情况和来意 和陈教授讲清楚了 所以陈教授用英语和珍妮进行交流 珍妮女士 我对你的寻找目标不太乐观 为什么 据我所了解 许将军确实在海西范围内进行过活动 而且活动的时间很长 他把大山镇王家村作为司令部 在那里住了整整两个月的时间 而据你所说 许将军和你外祖父在王家村的王家祠堂 只住了几天 便一起转移了 由此判断 你寻找的可能不是大山镇的王家祠堂 看着珍妮失望的脸色 李立安慰道 珍妮 不管怎么样 明天我们还是去大山镇考察一下 另外 陈教授 您是专家 能不能给我们提点建议 缩小一下寻找范围 陈教授走向墙边 那里挂着一张海西地形图 你们看 这里是十里大山 城东西走向 大山镇在十里大山的东头 围绕十里大山 分布着通海县城 通海开发区 还有其他几个乡镇 可以说 这些地方 都有可能是你外祖父脱险的地方 另外 许将军在北海抗战期间 并非仅在海西一地活动 整个北海省北部 都属于他的部队的活动范围 第一步 你们可以围绕十里大山 在他的周边进行寻找 如果在十里大山周围 没有找到这个王家祠堂 我建议你们在向南 到清河市北面进行寻找 那里也有一片山脉 珍妮问道 陈教授 你对王家祠堂有了解吗 十里大山周围 有多少王家祠堂 珍妮小姐 你这是给我出了一个难题 要知道 王姓是中国最大的一个姓氏 仅在十里大山周围 以王家 王家村 王家庄 王家嘎拉 大王家 小王家命名的村庄 就有数十个 这些王姓人居住的村庄 在解放前 都建有祠堂 逢年过节进行祭祀 还有最难的一个地方 由于历史上众所周知的原因 祠堂被作为封建残余 许多祠堂都被拆掉了 当然也有一些聪明的村民 他们把祠堂改头换面 变成学校 村委会办公场所 事宜保留下来 再加上王姓 是一个大姓 所以你们寻找起王家祠堂来 并不容易 如果你的外祖父 确定是在海西市跳伞 我只能根据我的研究 确定几个重点方位 那就是大山镇 通海县城北部 通海开发区等几个地方 至于许将军 救助美军飞行员一事 很遗憾 我研究过许将军许多史料 没有任何这方面的记录 陈教授若有所思地想着什么 他停顿了一下 突然兴奋地说 我想起来了 抗战期间 却有一名美飞行员 在这里跳伞 是吗 珍妮和李莉兴奋地问 还有具体资料吗 陈教授拍了拍自己的脑子 笑着说 我犯了灯下黑的毛病 展厅里有一张照片 我带你们去参观一下 陈教授带珍妮和李莉 来到抗战图片展示 陈教授说 这一片 展览的是国外人士 对海西抗战的援助 有捐现金的 有捐医药的 有华侨回国参战的 你们看这一张 陈教授走到一张黑白照片前 指给珍妮看 珍妮走上前 仔细看去 然后整个人都呆滞了 Oh my god 过了几分钟 她才发出夸张的表情 这就是我的外祖父 李莉凑上前去 看到照片上 是一个外国飞行员 模样的人 左手搂着一个 老农民 右手举起 食指和中指竖起分开 形成V字 站在一棵树前微笑着 真没想到 我的外祖父 竟然留下一张照片 珍妮双手捂着胸口 喃喃地说着 李莉问陈教授 陈教授 这张照片是从哪来的 这是什么地方 有详细的记载吗 我查询过这张照片的来源 很遗憾 谁也说不清楚 我们也是根据衣着打扮 判断这是抗战时期的照片 所以才放在这里 珍妮问道 陈教授 能否把这张照片送给我呢 我要带回去给外祖父看看 他看到这张照片 一定会非常开心的 陈教授脸上露出为难的神情 珍妮小姐 非常抱歉 这个纪念馆中的物品 均已被列为文物 虽然这上面是你的外祖父 但根据文物法管理规定 不可能送给你 珍妮说 那实在是太遗憾了 她只得拿起相机 把照片多拍了几张 从陈教授这里出来后 珍妮和李莉决定 第二天便出发 去大山镇继续寻找外祖父的踪迹 此时的虚拟时空内 在省城园区会议室里 吴东 江宁 常言和各部门主管正坐在一起 大眼瞪小眼 各个垂头丧气 怎么办 认输吗 不认输有什么办法 早晚得输 如果一直打架隔站 我们只有死路一条 这时 技术总监走了进来 三位主任向你们报告一个好消息 我们起死复生的机会来了 哦 三人一听 精神大震 同时站了起来 快说 什么机会 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上 刚刚上架了三类终端产品 威士忌 果酱 酵素 我建议迅速购买这三款产品技术 聘请中级人员学习制作工艺 尽快生产并投入市场 吴东啪的一拍桌子 太好了 和海西园区打初级产品的价格战 我们打不过它 但比海厂园区而言 我们的优势在于 可以招揽到更高级的人才 因此 我决定 维持最低的初级产品生产线 集中资源研发生产中级产品 没钱怎么办 财务总监扔了一句 向银行贷款 吴东狠狠地说 抵押园区用地 抵押厂房 抵押我们这座办公大楼 抵押一切可以抵押的东西 另外 迅速启动食品技术人才的招聘工作 人事总监会报道 吴主任 三个新工厂 理论上需要招聘30名技术人员 为加快技术公关速度 建议招聘人数翻倍 增加到60人 不 吴东站起来 斩钉截铁地说 人数在乘以时 招聘600人 会场上的人都惊呆了 江宁道 你疯了 招这么多人 根本用不了 再说 照着一个人1万的工资计算 一个月就是600万 工资都发不起 长言也劝道 吴主任 你不要冲动 我没有冲动 吴东脸上露出毅然决然的神色 在初级产品的竞争中 海西园区不是垄断了市场吗 才打得我们节节败退 现在进行终极产品竞争 我们下决心垄断技术人才 把所有的食品技术人才都招到我们园区来 让他尝尝没有人进行产品开发的滋味 他们可以从外省招聘 这就是我要达到的结果 在开工阶段 他们利用自己的权力优势 自报自审自批 而我们按照企业开工的规范流程 一步步走下来 竟然比他们晚了半年 这才有了后来我们的被动局面 这次我要把食品技术人才垄断起来 逼他们到外省去招聘 这样我们也能争取出几个月的时间来 利用这几个月占领市场 可是600名工程师 按每人每月1万元的标准 就是600万 我们根本负担不起 这600名工程师中 我们全部签三个月的试用期合同 等海西园区产品研发出来 我们只留下二十人骨干 其他全部以不胜任工作的理由辞退 思 全场响起一片牙疼声 吴主任 这个做法会不会太过了 影响不好 对呀 会让外人怎么评判我们省城园区 各位 指此生死存亡之计 不要太在乎面子了 请大家立刻执行 理解要执行 不理解也要执行 行动起来吧 垄断技术人才 让海西园区也尝尝我们的厉害 省城园区迅速在媒体上投入广告 宣布启动大规模食品专业人才招聘行动 海西园区也迅速启动了食品人才的招聘 通海线人士局长亲自带队 到省城招聘 省城人才交流中心 各个招聘摊位前都挤满了问询的人 在省城园区的摊位前排起了长队 省城园区人士经理审核完材料 对面前应聘的年轻人说 恭喜你 符合我们的要求 我们有专人马上带你去体检 体检过了以后 立刻上班 有没有什么困难 我女朋友也是学食品的 不知道贵园区是否愿意招聘女生 我们不论年龄 不论性别 只论才干 你让他来吧 下一位 由于待遇丰厚 在省城园区门口排队报名的人排成长队 而海西园区设在省城人才交流中心的招聘摊位前 冷冷清清 一上午过去了 竟然一个也没有招到 工作人员在摊位前吆喝着 海西园区招聘食品技术人才 薪资比省城园区高30% 欢迎报名 几个报名的嘀咕着从摊位前走过 我宁可在省城上班 每月挣六七千 也不去海西那个穷地方 对啊 省城园区也在招聘 听说工资不低 一个月一万 走走走 快报名去 偶尔有几个人在海西园区摊位前坐下 谈了半天 各方面都很满意 一听说工作地点在村里 立刻转头就走 搞什么鬼 上班的地方 竟然在一个村里 真是兔子都不拉屎的地方 什么都没有 交通也不方便 晚上下了班 连个娱乐的地方都没有 海西园区人才招聘不顺利 通海县人士局长 只得紧急返回 向赵兰 汇报人才招聘的难题 赵县长 本次提报招聘计划为 中级技术人员30名 我们和省城园区同时打出招聘启事 省城园区虽然待遇比我们低 但已经招满 我们这边应聘者寥寥无几 他们一打听我们的位置 便拒绝应聘 赵兰问道 应聘者主要有什么顾虑 交通 居住条件 工作环境 特别是达到这个层次的人才 基本上都托儿代女 他们很注重子女的教育 我们大山镇教育基础薄弱 即便在通海县 教学水平也无法与省城相比 赵兰斩钉截铁地说 那就提高待遇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我们把待遇提高到省城的两倍 两倍不行 就两倍半 三倍 同时 人事局立即组织 到省外招聘 凡从省外来海西园区工作的 解决住房 发放高额安加费 双方均投入资金 解锁了这三类产品的生产工艺 并聘请技术人员参与生产 海西园区的劣势开始体现 由于省城园区实行人才垄断 加上他们交通 落后 生活不变 他们只能花更多的资金聘请技术人员 所聘请到的技术人员水平 较省城园区有差距 反观省城园区 由于技术优势领先 省城园区威士忌 果酱 教宿三类中级产品率先投产 比海西园区 比海西园区整整早了三个月 随后 海西园区也开始投产 但省城园区已经占据了60%以上的市场份额 海西园区仅仅占据了40% 得知海西园区新产品已经投产后 吴东下令 将580名技术人员全部下放到车间 与工人一起从事体力工作 技术人员无法承受体力劳动 只得主动请辞 林辰得知这个消息后 心想 怪不得我们这里招不到人 原来都被省城园区招过去了 而且 他们根本就没打算长期使用 等我们这儿投产了 这些技术人才没有作用了 便逼他们离开 看来省城园区也有人才啊 双方势均力敌 开始处于和平相处阶段 在这一阶段 海西园区的低端产品 基本垄断了虚拟世界 终端产品 省城园区则占了大头 双方的利润产出基本相同 公共资源交易平台 每五年会推出一批新产品 省城园区和海西园区都在跃跃欲试 等待下一批新产品推出之际 抢占先机 打败对方 现实世界中 王忠敏点评道 省城园这一招人才垄断不错 这也是以其人之道 还至其人之身了 洪志会说 招去以后只用三个月 再逼着离职 手段未免有些下沉 王忠敏没有理他 而是对工作人员道 现在势均力敌 形势胶着 你加快进度 直接拉到第十年 看看上架新产品后 双方有什么反应 再次